金正恩见了美国人就会痛骂中国共产党 是吧 你们看见了吗 现在都报道出来了 而且就怕美国离开朝鲜半岛 人家甚至人家说习近平绝对是最后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说共产党不可能再有未来了 需要美国人千万别离开朝鲜 不要离开朝鲜半岛 不但如此 更夸张的你可以看到 说我们一起配合着 在这个朝鲜半岛弄点事端 让中国多给我点钱 这就是中国人可悲的地方 还北朝鲜亲兄弟呢 一个小三胖能把一个中国十四亿人民熄太阳玩到如此之糟糕 一玩十几年 情何以堪呐 我真的想在裤裆里抓点东西砸我自己的脸 丢人吧 阿山的话 丢你的哪个凶链 是吧 没办法 就这就是中国人行 是吧 死多少人也无所谓 愚蠢愚昧美无知懦弱的中国人 可怜吧 你被北朝鲜玩到这样 你还要搞掉美帝国主义呢 人家喊美帝国主义亲爹呀 你想啥呢 是不是 我亲自到北朝鲜 我亲自跟欧洲跟北朝鲜谈 我跟金家谈 老子都说了一万遍了 那北朝鲜就是一个态势 是吧 只要是 别让我们跟中国在一起 只要你们保护我 别跟中国开战 我跟南韩开不了战 不可能开战 我们要统一 我们防的是中国国 他们懂吗 谁懂啊